郭文貴議員 鄭州經廣路4公里長的地下隧道灌水慘案 引發海內外關注 官方到目前為止 只是宣稱 發現4名遇難者 引發輿論質疑 日前有人拍到兩截巴士 在隧道被拖出來 網上還傳出疑似有家常的拖車 深夜運送屍體的影片 7月24日 鄭州市當局 將這次洪水傳承死亡數字更新到58人 並稱24日經廣路段 淮河路口隧道的積水已經全部排走 當日城管局官員對大陸傳媒聲稱 經廣路隧道被困車輛 只有200多部 只發現4名遇難者 不過官方的說法被廣泛質疑 網友持續關注經廣路隧道救援現場 繼續估計遇難者人數 7月24日 網上傳出網民遠距離拍攝的影片 顯示有一部兩截的巴士 疑似是由滿布淤泥的地下暗渠被拖出來 傳出影片的網友指 這裡是鄭州經廣路隧道 並指被拖出的巴士窗口都被黑布遮擋 有網友表示 經廣路隧道被淹沒的時候 正是下班時間 一部兩截巴士 可能再有五、六十名乘客 試想一下隧道內到底有多少人遇難 網上還傳出一段 有加長了的拖車 深夜在街上行駛的影片 據網傳 是鄭州當局 偷偷運送經廣路隧道的遇難者屍體 不過單是由影片本身 無法確定拍攝的時間、地點和事件的背景 影片顯示 大拖車上 雜亂擺放著大量白色物體 早前有日頭拍到的影片顯示 官方人員由隧道內 抬出的兩具屍體 全部都是用白布包裹 還有網友發表的大量影片顯示 雖然官方不准市民靠近隧道 但是周圍有很多人日夜守候 試圖發掘真相 關係 20周圍 警察 都要到達內 煙 雖然 同